2023年11月整理更新 头部原始点按推新方法及注意事项 好 原本是食指法 现在改成这样 拳头法 然后拇指翘起来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不能握食前 不能握到很紧 这里是松的 这样按下去就会有弹性 两骨之间贴近耳背 这个位置就是耳后原始点 那一般耳后原始点有三点 这是第一点 这是第二点 这是第三点 到接下来这里就软了 当然临床上还有人痛到这里下面来 但一般都是在这里 也就是约列半根食指肠 这个位置 好 这个前头不要握紧 不要出力 有虚虚的 然后这样按的时候 它会有弹性 我要的是这样 这样就能够做到 让患者没有压破坑 但又可以留到深层 因为你们现在已经知道 深层跟浅层 不在于用手的力量的大小 而是来自于身体的调整 把东西带下来 这种力量又大又可以深层 但又没有压破坑 希望在这个解症的过程中 让患者付出最少的代价 事实上它这样很小 然后这里是站直的 然后你这样才能做 如果你的脚是这样 然后要按这个 那个做不出来 你没有办法用上升的力量下去 所以脚的部分 第一个保持距离 第二个要并容 然后打直 然后才能够弯 距离你一定要调 切记不能这样 这样头就变在这里了 那你如果有感觉到这样 然后这样看下 一定是错的 头看下去刚好是 我的眼镜刚好 这样的距离是最好 好 头部原始点 这手轻轻的扶着 然后把耳垂拨开 用食指去测试 耳背还有两骨之间 三点的交汇处 就是第一点 好那这一点找出来 我们工具拿好 握虚拳 以食指垂直的顶下去 这样直接就顶进去了 这一手轻轻扶在这里 不要这里 你看我的脚是打直到 然后我身体这样 这是很轻的 如果我要深层 有没有看到我的手 我是有弹性的哦 这样就没有压迫感了 所以你们不要再怀疑说 我这个要凸出来 才可以揉进去啊 不用 你这样平平的就可以 只要够松够揉 你顶进去就可以到深层 那我们开始做 拳头左右摆档 均匀的摆档 好这是第一点 你食指按下去的时候 中指也在按 所以有可能是两点一起做 那这样就更省事了 第二点 好我下来一点点 因为我两指都有在按 所以差不多第二点 顶多第三点就差不多了 好这是最后一点 那这样我就做完了 那你头转到我这边 另外一次我重复做给大家看一次 这个时候它转过来 你要注意哦 你要对着它的头站哦 它斜斜的哦 它不是指 那我就这样 面对它正面 本来我是站这样 但是它的头是这样 就站这样 这样你就可以直接下去了 好 那一样 要早点 耳垂拨开 食指测试 工具拿好 直接顶进去 就这样按 轻的我做一遍给大家看 好 如果要重 深层一点 你看我身体的变化 我往下沉 我往下压 有些人要揉深层 都会用手的力量 这里就变这样 打直一定做不出来 一定要有一点微弯 这样就可以达到深层 好 这个就最后一点 紧接着就是讲 枕骨下沿 枕骨下沿的位置 刚好就在 耳后原始点 后面乳突骨 对过来 然后再来 枕骨下沿 交汇处 就叫 枕骨下沿的起点 沿着枕骨下沿 紧贴着骨肉之间 然后延伸到 脖子的大脖筋 为终点 枕骨下沿有坐姿跟站姿 你们可以选一种 都可以 我先示范坐姿好了 他因为趴着 你不可能坐到 全部都坐进去 你还是要有一点空间 身体稍微转过来 正面对着他 这样你才好做 不要这样 这样压力又出不来 好 我开始做 这样 低一点 这里要注意的90度 这里也是90度 好 这样一直按 按到颈椎的大脖筋 这个就是最后一点 好 这样我们的头部延迟点 这样已经做完了